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议会选举提名资格被取消的消息 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关注 黄之锋本人表示这样的行为展现北京政府的落后思维 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 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 湘云你好 鲍荣你好 是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黄之锋的提名资格被取消之后 美国国会的议员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是鲍荣 我们知道黄之锋的提名资格被取消之后呢 来自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多位两党议员 他们都在推特上发表了推文 表示香港政府这样子的行为是破坏法治的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他的推特上说 单独禁止黄之锋参选即将举行的区议会选举 使再次破坏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原则 香港人民应该要能选择他们的民选官员 我们知道黄之锋他是在星期二的时候收到通知书 告知他的提名无效 通知书说显然他不会有意图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区 他是新一届的区议会选举当中呢 唯一被取消资格的候选人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 先后在推特上发文 谴责香港政府取消黄之锋参选资格的决定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推特上说 香港禁止黄之锋参加民主选举的决定 是中国共产党过分干预的又一个实力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说 香港人民应该是选出他们民选官员的人 而不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对一国两制架构的侵蚀 不应如此无法无天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推文说 香港政府拒绝接受黄之锋提名参选区议会选举 违反了香港人在基本法中受到保障的参选权 香港人应该有权自由的 不受审查或政治压迫的选择他们支持的人 我们知道黄之锋他稍早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采访的时候说 港府取消了他的参选资格只是显示了北京的落后思维 他说北京这样子的行为呢 只会导致美国的行政机关以及参议院在未来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机会越来越大 我们来听黄之锋是怎么说的 我相信其实这个会让更多的美国的政治人物 不管是议员还是一些幕僚也会更关注香港的情况 特别是其实现在北京政府怎样做 只会让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在中米贸易界里面 会有更多的原因或是动机去关注还有评论香港的抗议 是那我们说到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那么国会的议员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是暴容我们知道呢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目前正在参议院审议当中 而众议院的版本则在这个月的16号呢 是在众议院无意义通过 那这个法案呢必须要在参众两院都通过之后 由总统签字之后才会生效 那不过目前呢 这部法案在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上呢 目前还没有看到新的进展 那我们知道多位参议员 他们最近也是相继呼吁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来显示对香港示威者的支持 像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 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马基 他最近则是表示 应该是香港人 而非中国共产党才应该决定谁来领导香港 美国国会必须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来展示出美国人民明确的支持 像是黄之锋这样争取民主 和更大程度自治的勇敢的香港人 而今年6月反送中抗议开始之后呢 首位造访香港的国会议员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则说 禁止黄之锋参加已经被北京动了手脚的选举 是共产中国软弱和恐惧的象征 他们知道香港人不会停止抗争 北京或许可以禁止黄之锋参选 但他们这么做 只会强化香港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抗争 好的 我们感谢湘芸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